我第一次看新车发布会 看了热血沸腾 真的 我相信很多人也有这个感觉 那就是比亚迪仰望的发布会 他没有讲冰箱踩电大沙发 也没有高调宣称自己是几百万最好的车 甚至U8 U9这两台车都可以肉化 直接成了一丝方技术发布会 国内首购量产的四电机驱动技术 对车辆四轮动态实现精准控制 不仅能够实现红像行驶的先行模式 以及原地吊头的坦克吊头模式 甚至可以凭借四轮独立使电控制功能 获得应急浮水脱困的能力 动力方面 一丝方平台整车马力超过了1100匹 等等发布会太多的技术突破了 比亚迪用百万级技术发布会 来宣布仰望的江湖地位 让那些杂牌新势力 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高端 先通过技术拔高 再通过时间沉淀 最后技术溢价转换为品牌溢价 才能成就真正的高端 中国品牌通过这种炫技术的方式 来迈向高端 这还是首次啊 就算我目前还买不起 但作为自主品牌 我打心里感到自豪 加油